黑烟冲天 民宅大火狂烧 消防队疲于奔命 乌克兰多个地区遭狂轰乱炸 这是开战9个多月以来 俄罗斯发动的最大规模导弹袭击 全国气温在摄氏零度徘徊 入夜已是冰点以下低温 多座城市断电影响至少700万户家庭 空袭也让邻国摩尔多瓦一度停电 甚至波兰官方表示 有一枚而至的导弹落入境内 造成两人死亡 导弹碎片在距离乌克兰边境 约6公里处的波兰村庄巡获 俄罗斯国防部否认相关传闻 波兰是北约成员国 外界担忧区域安全危机恐将进一步升级 正值G20峰会在巴厘岛举行 美国总统拜登顺势召集G7和北约盟国领袖 圆桌紧急会议 同声谴责俄军攻击基础设施是野蛮行为 也表示会因事态发展 做波兰强而有力的后盾 大海新闻落泽进编译 您的孩子曾经想要写信